嗯 好先生第一个问题 请用三个成语形容邓超 哈哈哈哈 不要问娜娜娜 哦哈哈哈哈 哎呀头发太厚了 哈哈哈哈 头发太厚头发你是有墙什么 对啊都听不见了 我知道我知道怎么办了 以后我管你叫超棒的娜娜 你就懂了好不好 请用三个成语来形容邓昌 你就说真真 超哥是不可能有别的词可以形容的 一定是好话 真的是玉树临风 然后才智多谋 才智多谋是什么 不是这样做军师吗 足智多谋 我想送给超哥的第一个字是 鹤发童颜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这样说我的超哥哥呢 超哥哥 娜娜你很长时间没有跟超哥见面了 他现在一头白发 没有他那白发好好看 你们说是不是 哎当时现在真的流行那个奶奶会 对 好第二个是什么成语 没心没肺 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们家超哥哥呢 没有跟超属于是这样的 他跟你聊天 然后他很喜欢跟人聊天 你知道吗 奶奶 鸭 干嘛喷口水呢 然后聊着聊着以后 经常抬头他已经睡着了 哇他太累了 正好接到三个成语 四发同意 说睡就睡 经常这样 我觉得 他真的蛮辛苦的 好缺窖 娜娜你在美国缺窖吗 哦 哈哈哈哈 这边也突然后了 我今天是怎么了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好第三个成语第三个成语 嗯 吹毛求疵 哦 这个又没心没肺又吹毛求疵 这人挺分裂的 我觉得做 邓导演 嗯 工作人员 可能特别辛苦 嗯 我觉得那是要求严格 你怎么知道 我我我突然 哈哈哈哈 我怎么知道今天怎么这么聪明 哈哈 两个回来 好 好 好 这好我们看问题啊 而且我好像高了很多有没有 啊 你真的超高的现在 本来我们差不多 怎么我去美国高了这么多 原来高一点点 现在怎么高 等等 好我们这二点 哈哈哈哈 受不了了 我的 我的 什么是这样的题目 啊 只有你一个人惊讶好吗 哈哈哈哈 我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我觉得我有一种气场 我我我总觉得你们特别关注我 不是我们关注你 是我秀色可参吗 又来又来 四种类型啊 邓导演 最容易被什么样类型的异性吸引 你觉得是哪种 A 清晨可人型 B 身材浑辣型 C 发点撒娇型 D 好网哥们型 哇 刚才那下最上汗了 哪种 你觉得是哪种 撒娇 他喜欢发点撒娇型的 他自己就很爱发点 邓超最容易被发点撒娇型的异性吸引 你可不可以对孙力发点撒娇一下 两个女人看谁更点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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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我不是 你是嫌我高对吗 我 哈哈哈 谁也有娘娘支不住的人哎 我们偏台了 我们偏台了 谁还在乎你偏不偏台 请邓超好不好 那那你请邓超好不好 真的吗 嗯 你的男神 哦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终于到这一刻了 终于到这一刻了 那我们下面就有请我们全宇宙 全世界 一边一边一边 女士们的男人 最帅 最有魅力 最有学识 最是学霸的 正常 欢迎他 老师 你好 啊 超哥 我们好期待你的出现啊 真的吗 我都不好意思 我在后面等了很久了 一边一边换衣服一边 一边换衣服一边 一边采访自己 特别像沈宇宇宇 星期人 我好绿子啊 我笑得我要死 真的 我就说不了 我没想到跟我说 那艺人太励志了 太坚强了 你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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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